目前,日本已经正式在福田向大海倾倒核污染水一日益 已经有很多网友表示,未来再不再吃海鲜 尤其不吃任何日本进口的东西 而在内地发展的日本艺人事业浩二的评论区也已经沦陷 网友们在事业浩二的评论区里表示 浩二,你们村又干坏事了 浩二,你的家乡良心大大的坏 虽然有网友在事业浩二的评论区发泄情绪 但还是希望能保持冷静 毕竟这种事也不是事业浩二能左右的 事业浩二,2000年来到中国拍戏 在多部知名电视剧中饰演日本军官 后来还在综艺中担任主持人 被更多观众熟知并认可 事业浩二还娶了一位重庆妻子 学会了说重庆话 之后还让女儿加入中国国籍 现在事业浩二的IP显示在日本 虽然她的情绪是很高的